Hello Hi 大家好 恭喜發財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屬套的朋友 我今期是1951年的 72歲的朋友 你們又長一年又大一歲 要乖乖 今年在苦年裏 今年的老苦年 來勢又兇兇的 不過我和你講了 上一期我都講了 1963年的朋友 可能都會有 桃花劫出現 你們今年的 1951年一定是有 年代到 雖然你是72歲 但是依然有 桃花的出現 今年必須和你的家人 家人的 關係一定要好 不要經常刺激你的 牛脾氣 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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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器 敏感 和家人有對抗 吵架到無須要 上身 不要玩 都七十幾歐 不要玩 我今年師傅都六十 都不年輕 所以要記得 今年你們如果 做生意來講 你會有貴人的協助 如果你投資榴槤 甚至乎 五金的買賣 建築材料 或者其他日用品 都有得利 都有錢賺的 在新的老虎年裏面 所以投資 財運的方面肯定有黃 所謂七十二歲的朋友 一九五一年的朋友 你今年可以大展前腳 熟透的朋友 在老虎年裏面 不過小心理財 你肯定是賺很多錢的 病星來講 你就要注意 病星是照著你的 所以為何 今年多病 多牢 所以錢要賺 生意要做 健康要照顧 別說我不給你貼事 因為我寫得很明白 不過也怕有血光之災 不小心會見到紅多少 所以少見到紅 即使不小心 弄到手流血 或踢到腳流血 就破了它 希望你今年沒事 因為很多事情 你們因為誤解 一時你自己 盲頭烏鷹 聽錯話 就會跟家人 朋友 而會吵架同利 老闆 即是說 合作 夥伴 都會為了少少問題 而頂頸 無需要 所以 今年健康來說 是有少少不好 但都可以 以防走息 傷身 不要玩那麼多 可以玩的 不要過糧 乖 七十幾歲 走息傷身 不要說師父 腸氣 關節 腸胃 尤其是菠蘿 蓋 毛力 腰骨 毛力 怎麼亂來 不好 只要塗正骨髓 對吧 所以 小病肯定 是有的 沒有說沒有 心臟病 心臟 有阻塞 就可能分分鐘都要開刀 這樣榴槤的東西 沒有吃那麼多 乖 糯米 沒有吃那麼多 那種的東西 椰漿 塞 塞生臟 對吧 師傅 很少吃這些東西 我疼 我很少吃 我跟你說 因為我檢查身體 醫生那個有血管 是英俊 我聽到都很開心 我都很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今年你有多少病痛 你會得到病 但是 逢胸化吉 不過 有很多貴人都會幫助你 所以 1951年的朋友 在老虎年裏面 就要注意身體 其他事情 一切都安好 不過 說完一句 不要說我長氣 沉氣 怨氣 不要勞氣 你們最緊要 知道嗎 否則 跟家人 就會影響到吵架 不值得 不要死蠢 OK 好了 不說了 恭喜發財 拜拜